在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也是大陆武当山主持的参访下 县长及地方人士 也都一起出席这场活动 并一起进乡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武昌公可以说是 贤天上帝 非常的灵狭 有求必应 现在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信徒越来越多 相佛越鼎盛 我们祝福 也希望武昌公贤天上帝 继续保佑我们国泰民安 家庭美满幸福 积极武昌公 其实是从大陆武当山 分灵过来的 经过了600年的历史 成为了现在积极镇 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这次活动除了为台湾祈福外 最主要就是在武昌公 建立国内唯一的武当分镇 议员肖志全看到这样两岸中造交流 非常活络表示非常肯定 而对武昌公成为武当分镇后 相信对地方产业提升 一定有很大的协助 我们两地的宗教 通过这次的活动 特别做一个交流 除了做交流以外 我想最重要的 促进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 也相当有注意 大陆的信徒来到台湾以后 一定会来到我们集集武昌公 来这边做餐访 对整个集集产业 包括观光或者住宿 我想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在祈福过程中 是透过武当山的传统方式 这也吸引了众多好奇民众围观 这次道路随行 越有两百名的武当山信徒来台 庙方也安排 走访县内几个行程 让他们充分体验 本县各项产业的发展 明星华一怀积极采访报道